世界卫生组织被质疑配合中共满意 美国决定终止资助 G7国家也要求世卫彻底改革 针对去年台湾提出示警 秘书长谭德塞20号在日内瓦记者会上称 第一份疫情通报是出自中国武汉 台湾去年12月31号的通报中 并没有提及人传人现象 不过谭德塞并没有说明武汉通报的时间点 以及世卫做了哪些处置 谭德塞会上并没有说明武汉通报的时间点 以及世卫做了哪些处置 国际性独立医学联合会 世界医学协会致函谭德塞 内容直指WHO没有及早听取台湾的警告 导致全球付出惨痛代价 因此希望让台湾重返WHO 目前全球联署要求谭德塞下台的人数 已经超过98万人 将达百万门槛 另外美国白宫请愿网站上 邀请台湾加入联合国的联署 已经超过10万人 白宫必须在60天内进行回应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感谢您的支持 欢迎金 continued 欢迎订阅明镜